古书与白话 凡有读过一点古书的人都有这一种老手段 新起的思想就是一段必须歼灭的 待到他奋斗之后自己站住了 这才寻出他原来与圣教同源 外来的事物都要用仪变下 必须排除的 但待到这仪入主中下却靠定出来了 原来连这仪也还是皇帝的子孙 这岂非出人意料之外的事呢 无论什么在我们的谷里竟无不包涵了 用老手段的自然不会长进 到现在仍是说非读破几百卷书者 即做不出好白话文 于是应拉吴智辉先生为例 可是竟又会有肉麻当有趣 述说的津津有味的 天下是真是千奇百怪 其实吴先生的用讲话题为文 极其貌也何尝与皇口小儿所作若同 不是纵笔所致折万数千言吗 其中自然有古典为皇口小儿所布置 有有新典为树发小圣所布小 请光绪莫我出道日本东京时 这位吴智辉先生已在和公式蔡军大战了 其战史就有这么长 则见闻之多自然非现在的皇口小儿所能契机 所以他的潜词用点 有许多地方是唯独属于大小故事的人物才能够了然 从青年看来 第一是惊异于那文词的庞佩 这或者就是名流学者们所认为长处的吧 但是那生命却不在于此 甚至于竟和名流学者们所拉拢恭维的相反 而在自己并不故意显出长处 也无法灭去名流学者们的所谓长处 只将所说所写作为改革道中的桥梁 或者竟并不想到作为改革道中的桥梁 欲是无聊赖眉出息的角色 欲想长寿 想不朽 欲喜欢多照自己的照相 欲要占据别人的心 欲善于摆臭架子 但是似乎下意识里 究竟也觉得自己是无聊的吧 便只好将还未朽禁的骨一口咬住 稀图坐着肠子里的寄生虫 一同传世 或者在白话文之类里 找出一点骨气 反过来替古董增加宠容 如果不朽之大 也不过这样 那未免太可怜了吧 而且到了二九二五年 黄口小儿们还要看什么假银之流 也未免过于可惨吧 即使他自从孤同先生下台之后 也渐渐的有了生气了 匪伯古书者 唯读过古书者最有力 这是的确的 因为他动之弊病 能以子之矛 公子之钝 正如要说明吸哑片的避害 大概唯吸过哑片者最为神志 最为痛切一般 但即使竖发小声 也何至于说 要做绝哑片的文章 也得先吸尽几百两哑片才好呢 古文已经死掉了 白话文还是改革道中的桥梁 因为人类还在进化 便是文章也未必独有万古不魔的点子 虽然据说美国的某处 已经尽讲进化论了 但在实际上 恐怕也终于没有效的 1月25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6年2月2日 国民新报复刊